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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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地 谷地这样 上了山坡之后 上到一个很高的地方 往下一看 突然看到了这个坝子 山上边一些树长得很有梦幻感 往下一看 真的就是像那个 除了世外桃源 除了桃花源 到那边的语言就要想个理了 想个理了 它那个地方 鹅 鸭 马 牛 羊 都不拴 都在村里面随便走 你看王小波写过一头特立独行的猪 他那个地方的猪 都是特立独行的猪 全部都是自己在大街上散步 然后找到一个草堆 就躺下就睡了 那个猪鼻子上都拱 每一个猪鼻子上都挂着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就睡的时候 他要从那个草上面拱出一条沟来 拱出一条沟来之后 他都来不及 把鼻子上的草抖落 顺势就躺下睡觉 那就是放养 这种猪的肉好吃 还说吃肉 前两天还有人跟我说 有一个体会 为什么觉得咱们现在的肉 好像不如小的时候那么香 人工饲料喂养的就不行了 人家那是野生放养 对 你说是这个 但是我说是心情 只要是动物 它总有个心情 你想 你现在把它关在这个东西里边 那天我有个朋友 养一个什么小乌龟 它是宠物 养宠物 我就说 我说你整天把它放在个塑料盆里 这个日渐 它肯定闻着这个塑料味 那不是它的环境 它能舒服得了吗 我们去看那个村里边的那个马 他们村里边的人 可能我觉得也挺有情趣的 就把那个马的前面剪的特齐的刘海 看特别好玩 那个房子很旧 但是从里边出来的小狗 扎着一条很漂亮的丝巾 也特别好看 就是老远看 一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还相信这是一个世外陶练 那个坝上的草已经绿了吗 快了 快了 有很小的小黄花开了 王老师 内蒙的草已经绿了吗 内蒙草完全是孤黄 黄 现在 完全像是一片荒漠 我去那当时海拉尔 就离那个满洲很近了 而且离俄罗斯也非常近了 那个地方 我去主要是一直对草原 你是有个遥远的梦想 因为那个地方曾经诞生过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你一直想象那个地方是很彪悍的 对 你一直想象那个地方 曾经诞生过那么一个大英雄 他的铁蹄正碎的那片成吉的草原 当你去了之后 我只蹭了这个草原那点边 我估计王斌是去了草原的附近 对啊 当时你去了之后 你发现草原的牧民 你已经觉得成吉思汗已经不在了 就是1937年 成吉思汗留下的一面 他们叫精神之旗 因为蒙古人有个希望 为什么成吉思汗没有留下他的墓碑 就是蒙古人的习俗 把他把这个人埋葬了之后不留碑的 他们认为他灵魂不在这 不在他的尸身上 灵魂在哪 在他那一面精神之旗上 所以成吉思汗有两面旗 一个白旗 一个黑旗 就用那个马钟 总马的马钟 绑在一个刀刃上的一个轴上 那个白旗是象征和平 黑旗是他作战用的 叫叫战争之旗 但是白旗早就失落了 黑旗依然保留 成吉思汗的后裔 世世代代的保留了他 一直到1937年 苏埃政权 对进入统治了 包括进入外蒙古 蒙古国之后 杀了很多喇嘛 因为他有一个他的后裔 曾经为这面旗建立一个寺庙 把这寺庙捣毁了 然后黑旗失踪了 但现在传说是有一个喇嘛 秘密的把黑旗带到了乌兰巴托 可是现在至今没有人找到这面旗 包括成吉思汗那个墓地 就是他的墓地 说是成吉思汗死的时候 让什么很多军马在上面踩炭 800匹军马 就是几个月 成吉思汗死的时候 是进攻西夏 就是我们讲西藏人 当时叫党向人 进攻西夏的时候 在打仗的过程中受伤 当然有很多传说 包括有一个传说 说成吉思汗是把西夏的女王给弄来了 然后睡了一觉 女王在他下体里面装了一个什么毒药 成吉思汗那么一晚上过了之后 这是传说之一 成吉思汗给女王下棋 还是女王给成吉思汗下棋 女王 成吉思汗中了没人计 中了没人计 这是埃及艳后 克里奥巴特拉的故事 这是一个传说 但成吉思汗死了之后 就是800名骑士 就带他尸体回到了他的故乡 然后他们选择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方言大概有几百里 把他埋葬了 埋葬了之后 是八台匹马 在上面进行 在这个土地上去反复的来回骑 就把这个地给压塌死了 那个地方以后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 是把那梁作为最高限制区 苏军在那梁建立了他自己的导弹基地什么的 不让人进去 这不让人进去其中有个原因 我估计是对这个恐惧 对成吉时代后一门的恐惧 他又必须把这个严格限制 因为那个梁它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到力 所以那个精神之奇的失踪 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的 但是我看着好像是韩绍工写过一篇这个文章 也是说很感叹 就说蒙古族 就是突然之间一下子那么强大 打遍全世界是吧 无敌手 但是又在很短的历史年代之间 一下子就 你看元朝末年就回去了 最后就 就是朱元璋造反 就回去吧 回到那梦 一下又缩到无声无息 像长朝跟退朝 你到那梦去你看到那些牧民 就他们那一张紫红色的脸谈 他们长了一张很典型的蒙古的脸 就是他们的那种憨死 就是他们对人的那份热情 和他们那个本分 你就无法想象 这样的民族 曾经诞生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这是我特别感叹的 其实我这故事还没讲完 对 从他那原住民说到你这扒上原住民 我刚才讲到那个地方 就说我看到 一直看到这些牛马猪羊的时候 我还觉得这是一个世外讨厌 的确像个世外讨厌 后来我们就碰到了一个老先生 一个老头 后来我们就碰到一个老头 大概70多岁 我们就跟他聊 说能不能去你家里看看 他就带着我们去他家看 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他孙子就跟过来了 然后我们问 这孙子叫什么名字 老头告诉我们说叫海友 海友 就是我们说还有什么东西 就是后边还想要 还有就还有 但是这个老头说他的儿子和这个孙子 和海友这个孙子都是智障人 后来我们就跟着这个老头 到了他家里边 给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 不是就是给他们祖孙三代拍的照片 他儿子能看出来明显的就是那种智障的感觉 一直带一直是那个笑着 但是儿子看不出来 他孙子看不出来 海友看不出来是一个明显的智障人 后来我们就问他说 海友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海友就不回答就笑 后来他爷爷说 当个农民吧 海友就说 当个农民吧 其实听到这儿我也不知道 这个心里面反正 其实当个农民也没什么不好 我们不是整天想往什么世外桃源 我们在楼上面看 在山上看的时候 看到那个所谓的这个世外桃源的景象的时候 不是也心里面特别的向往 那为什么等到他说 当个农民的时候 心里就有那么一点点 这什么事啊 我就怕比 你如果世界上只有他们这儿 你比如就比如说 如果世界上全世界的人过的 都是蒙古包这样的生活 那没事 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外来强势的东西 你侵入那儿 你侵入那儿形成对比了 就像你作为游客 你跑那去看 他会觉得你穿的好 我穿的破 他会觉得你有钱 我没钱 活动 后来我就想啊 这个也许 所谓的世外桃源 所谓的桃花源 只是用来向往的 就是你 我们每个人 为什么我们都喜欢旅游啊 都喜欢去远的地方啊 好像自己的生活有很多不如意 喜欢向往那个彼岸的生活 但是所谓的彼岸 它就只能在彼岸 等你要是真的度了船 过去到那个彼岸去看一看的时候 恐怕所有的彼岸都不是那么理想 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桃花源的话 我到内蒙去的 我也突出的感觉 第一是感到很悲凉 悲凉 为什么 王老师咱们先取下广告 然后接着再讲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到坝上 觉得是进了桃花源 成武林愚人了 咱这王老师去内蒙呢 为什么说觉得悲凉呢 你是觉得内蒙是一片荒芜 或者说一片荒凉 再一个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牧民 他们是没有 刚才我讲的是没有资产 而且他们那个地方的农牧生活 是他们可以完全 就是牛羊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整个获得维系 比如说牛和羊的粪晒干了就可以烧火 没错 要喝就喝马奶 我们到哪去就喝羊奶和马奶 而且它的牛羊肉就可以充饥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不需要更多的文明的介入 就文明对他们来说 你到那时候你也突出感觉 文明对他们是个非常遥远的东西 我曾经去过一家就是属于富人 他们那个富人现在已经就是不放不放牧了 放牧就雇那些穷人去帮他们放牧 他们干什么 他们接待旅游子 他们盖了很漂亮的蒙古包 貌似蒙古包 你一看这个所谓的蒙古包 我从心眼里有厌恶感 就他已经离开了蒙古人所具有那种质谱感 进去以后 那个客人主人突然把他那身衣服退掉 换了一身特别干净的 还闪着金光的丝绸的蒙古服 一看蒙古服的布料上面还印着金元宝 那么就说这个布料不是他们蒙古本身的 因为我到那去看了更多的是粗麻布 它那个是已经经过修饰的 给你那副笑脸 包括给你端来的东西 你看到的都跟汉人没什么区别 但是你看到真正的牧民是这样 是在秀给你看什么 秀给你看 蒙古人真的是非常热情的 但是蒙古民族真的现在有点木讷 就是你不能想象 你说是不是跟老喝酒有关系 真的 你比如说我今天喝酒 我第二天就是木讷 我跟你讲 成吉思汉 以及他的继位者叫倭阔台 都是赐酒儒命的 他们是喝酒的 这个民族喝酒和这个民族的壮大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这个民族他就是要赐酒儒命 他就是喝了酒 为什么我到蒙古出去 他们说蒙古经常有些壮年汉子 就死在路上 怎么死 因为他蒙古包和蒙古包相距很远 可能他就到蒙古包喝完了酒 天寒地冻 喝完了酒 稀里糊涂的就翻身上马了 就骑着骑着 走到马路上因为醉了 砰就到了地上了 一晚上就在那冻死了 很多蒙古人就这么死了 你说你们俩这个事 我觉得都像是一种在现代都市里的人 你们缺什么 实际你们倒地中荒野之上 发现的是你们平常缺的东西 对 文陶 看了之后感慨万端 然后被人家觉得很悲凉 我觉得后来我悲凉的感觉 稍微我有那么一点点的 稍微有一点替他觉得好像有点遗憾 因为他那个墙都裂了很大的缝 但是等我们离开他的家门口往外走的时候 他家有一个人去帮忙 可能是他的亲属帮他们筛卖肿 筛完了以后我们走的时候他也走 然后他儿子也出来送 他亲戚也出来送 我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 是那种很发自内心的一种笑容 包括我们给他们一家三口祖孙三代拍的照片 也是那种你很难说那个笑不是由衷的 你跟我讲这个是自然你说的内蒙 我跟你说个什么 我跟你说个玻利尼西亚 我最近在国家地理频道上看一个纪录片 就是说有些文化 比如说欧洲殖民者欧美殖民者过来 就吸了夸杂全给你摧毁了 就没有了 可是你知道吗 当年他们玻利尼西亚 就太平洋中心那些群岛上的民族 他创造的文化 可以说不亚于你人类阿波罗登月 他就独木舟实际上现在发现 一几万几千万上千万平方公里 好像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海域 当年他们都曾经航行过 靠什么 没有现代的这种航海技术 所以为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有它的是人类的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是生存锻炼成的 被湮灭了 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个很受启发说这个民族 现在他们正在想要留下来一些航海员 过去他们的航海员 独木舟上的航海员 要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训练 培养什么 你知道吗 没有罗牌没有什么 当然咱知道看星星看什么 他甚至能看隔着一百里之外 有一个岛屿 然后这个浪拍打传弦的浪 波峰的形状有点不一样 甚至于风向 这就近乎于直觉吧 咱就说这直觉 但是他怎么培养这个直觉 我就看了 你听我跟你讲 他就说培养一个年轻人的老头 就看每天晚上看着夕阳夕下 那个天气的变化 就海上 然后就给这个学徒就讲 说那个岛 那个岛你看到没有 什么也看不见的 什么 然后这个徒弟还挺聪明 想了半天就是说 我脑海里看见了 然后这个师父就跟他讲 记住这个概念 记住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想他们从两三岁开始 就这样 就说当你我我我约略估摸着 是你你心里想象着 真有那么一个地方 你要去那个岛 会不会对你的这种直觉 听风变色的能力 有一个开发 这个列维斯特劳斯 就有一个人类学家 列维斯特劳斯 他是专门研究原始部落 他也研究原始部落之后 他发现了一个 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在那个 就是原初的人类的那种生存状态中 因为原始部落没有文明 他就发现那个地方 人的语言和我们的文明的语言是有差异的 为什么说有差异呢 他是给每一个动物植物 每一个动物植物都有一个命名 但是没有抽象 比如我们说动物 比如我们说虎 我们就把什么都概括了 他给每一只虎都有名字 但他没有虎的这个抽象 相对抽象的概念 通过这个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给每一个动物体 每一棵树都有一个命名 而没有抽象为树 因此他对他们生存周边的所有的环境 所有的植物和动物 他更了解 他对每一个按照 所以说我们这种抽象能力 有的时候就掩盖了我们的感觉 就是所知障 所知障 我跟你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喝了酒 像我们主持人有的胆小的 有时候壮胆喝酒 喝酒他的当时语言状态会好一些 我跟你说就是 你一麻醉 你那些所知障 你那些知识逻辑东西 被压抑了 然后你头脑中自然有的东西就出来了 要不然像古人说人生十字糊涂屎 对 我这次去的时候我也在就是 我看到这个反反复复的 我在想人家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在觉得 其实我有点这个过度复议 就赋予他太多的意义了 其实人家就在那生活 人家就过着人家的日子 那那种所谓的桃花源的美好 我在上面的时候 看到的那种所谓桃花源的美好 是我复议给他的 后来我下去之后 看到人家家里边好像过得有点艰难 我心里稍微有点感慨 那也是我复议给人家的 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 对 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那家人的一关 我起码我不是这么看 就我去那张之后 就那两天 我就突然发现 就是因为我是来自于一个都市文明 我们是以带着都市文明的形态到那去 而且我去 也不是去为了去寻找所谓的桃花源 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有原子 既原子又贫瘠 我去那张我突然感觉就是 都市文明的所有的喧嚣远离了 关于古事 关于各种凶杀案 是吧 关于过种奢侈的生活 关于时尚 这个概念都不在 对于他们来说也不在 但是他们依然呈现出一种质朴 不 你有什么提问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问他 比如说我问这个老大爷 或者我们问草原上的牧民 你心目当中的桃花源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回答 你先告诉我 什么叫桃花源 哈哈哈 就是说他所理想的 就我问你 你如果一个理想的所在是什么样子 这个老大爷有可能就会说 比如说我的房子是不漏的 我的孩子那个是智力健全的 我应该是这个孩子应该上学的 我有时候觉得我们这个人 在大街上看着人来来往往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去他要他在的地方 他反而去我在的地方 是不是我在路上丢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他要叽叽妈妈的赶往我去的地方 这有点像邪散文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王老师 就是这个你到了去之后 实际上是我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叫幸福 你比如你刚才讲 你在那个地方所谓的桃花源 你去的是桃花源 我去的是个荒漠的地方 它是在环境上或者在生存的级别上 它们又截然不同 但是我们都看到了当地的原出民的那份 质朴和他那份对生活的开心 可是我们成年人虽然享受昂贵的 或者高昂的这个文明的这种物质生活 可是你发现我们的生活并不开心 我们会遇到许多苦恼 我们会有遇到许多痛苦 他们也有他们的苦恼 但是我注意到他们的笑 就是和成年人笑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由衷的在笑 就你刚才讲的一个词很重要 就你发现他们的笑来自内心 就他们的内心发出一种微笑 我们今天你注意文明人 在大量的情况下 那份笑 你很难看到他心语的笑 皮笑肉不笑 满脸堆笑 觉得应该笑 实际心里不定玩什么串 对 这就是我到那去的一个非常大的 你知道有问题是什么 就像说有一种测误准原理 你观测这种行为本身 就会干扰被观测的这个效果 对你你已经被污染了 对 已经被你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已经有了这个账了 蒙古草原上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就碰见过 就比如说一个小县官 跑官啊 脱关系找人呢 你会发现啊 这些东西啊 去的很快 对他们的意识啊 进染非常快 他是慢慢活的像咱们了 我觉得 我接触了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响岛 我就不说他一个地方官员 他就一开头 我当时提出个质问 就文明对于内蒙古草原 是好还是不好 他坚持说好 但是到了后期特别奇怪 跟我们熟了之后 大概那天也喝了一点酒 他就开始诅咒 所谓的汉族这个概念 就他反复强调一点 就是你们汉族 有什么理由来统治我们的蒙古 我们有自己的民族 有我们自己的习俗 请注意 我当时就讲了一个 我说你要注意 我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不叫一个汉族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是有一个多民族组成的 那么民族是什么 民族是一个 我们想象的内心 产生一种连接的一个共同体 就像 把内蒙草原 变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个 这个 你像前苏联 他原来前苏联里面 有很多加盟共和国 当前苏联崩溃之后 他就要对这个概念 我往下属 就像是一样的事 我往下属